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才有讲到艺术电影跟商业电影的区别吧 商业电影其实就是好莱坞的套 比如说很多蒙太奇快速高速剪辑 这是大家消费的一种 它是为了让观众更快的去找到你的兴奋点 抓到你的基点 让你看完电影就忘记时间 两个小时过去了 这是他该干的工作 那舞台的更多是让我们去思考 因为舞台剧的表现方式是语言 但是电影的话它是一个视觉影像 它用很多蒙太奇的处理手法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区别 但是还好 我觉得中国早年电影这些大师 其实都已经吸收了很多这种舞台剧的东西 特别是最近坚持的 我觉得姜文导演一直坚持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导演可能未来 未来的一个发展大方向 回归是很正常的 我个人是很正常的 但是回归之前 中国的还是要我们先学会拍人家好莱坞的 让他们认识到我们 可以拍它的 不是不可以拍 这样我们再回归去融入我们所谓的 就是戏剧舞台的这套东西 因为戏剧舞台它是很亲民的 因为它是一种语言的表现方式 它的亲民它已经到根深蒂固到 我们只有中国人才能看懂一些东西 那这样的话你要把它变成 视觉影像是很难的 你要文字记录很简单 视觉影像是很难的 所以中国就是我们所谓的电影 为什么大家看着舒服的电影就是 它能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你 它想讲的 它想讲这个故事 那我们中国的导演 我觉得目前 年轻的导演们还缺失的就是 我们如何去用最简单的方式去 简化这个故事 让更多人去理解 而不是说我讲一个很很牛逼的 比如说大的古装戏 故事什么世界观都很牛逼 这个当然这都是背景 你去讲这个大的东西 如果刻画一个小的人物 我觉得 就是因为我们喜欢韩国电影 就是它抓住了如何刻画小人物 那其实我们想想 韩国电影留在我们记忆当中 基本都是刻画小人物 它用小的人物一点盖面 所以他们的电影成功 我认识 我现在有讲到 我说中国电影 还是有向世界去走出去的这种感觉 比方说 导演的比如说我唱《荣耀》 或者说 张宁老导演的一些作品 或陈凯歌的 在世界上已经说 以国大奖 或者被世界上的人认知 但中国的戏剧 反而是没有的 而我们的戏剧 的舞台戏剧 概念还是 《白猫女》 对 或者说是 余杨河 这次的 现代的戏剧当中 除了改变 古希腊的戏剧以外 所以你有没有考虑 要做未来 中国人自己的戏剧 主向司机的 有啊 对 对 可能是我中戏出身的 对 我一直有个想法 可能是做一部音乐电影 就是我想把中国的传统的话剧 跟音乐剧做一个结合 然后以电影的形式 就有点类似于暴力鼓手那种感觉 其实这方面 还是挺稀缺 这方面就是 对象 你都要了解 你才能做 这个是 我觉得可以 大家一起努力的事 对 所以我们在座的 各位同学们 老师 如果有音乐枪 在回国做老师的话 对吧 对培养我们未来的 下一代的戏剧 应该可能是一个方向 对对 确实还是很缺 就即便是中戏 对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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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两位老师交流 一会儿留到晚上 我们会餐的时候 继续 然后我们下一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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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